你知道农村最可怕的生物是什么吗 不是马蜂 也不是毒蛇 而是一种杀人于无形的小生物 水质 也就是马蜂 它可以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钻进你的体内吸血 不过令人奇怪的是 鸡是水质的天敌 它们在吞下水质后 为什么不会被寄生吸血 或者被钻破肠胃呢 嗨科普拉 闪电哥今天和大家聊聊 鸡吃水质为什么不会受伤 水质是一种吸血软体动物 一般分为三种 汉地生活 水中生活 和寄生水质三种 汉地生活的水质也叫汉马王 它们常常生长在炎热潮湿的雨林里 尤其喜欢潜伏在树叶 草丛或石头下面 随时等待机会 落到人和动物的身上吸血 在浙江广西的南方地区的山林中 就经常能够见到 它们的体型较小 落在人身上吸血时 人们也很难有所察觉 曾经闪电哥与同学 爬浙江天目山的时候 就有人中招 一只汉马王附着在他的小腿上 直到下山时 有同学无意间看到他的腿上流了很多血 才发现了马王 于是大家用树枝把马王敲下来 再用随身携带的盐 才将他杀死 在水中生活的水质 喜欢待在水草丛里面 一旦有人下水 它们就飞快地附身到人的身体上 饱餐一顿后离开 这时候你还不能用手把它拔下来 因为它们有两个强力的吸盘 越拔可能会吸得越紧 而且硬拔还可能会撕裂伤口 引发皮肤感染 这种马王的体型比汉马王大很多倍 光看上去就令人感到不适 更可怕的是寄生水质 水质如果寄生在人体内 那后果更加不堪设想 当人们去山边旅游时 看到有清甜可口的山泉 千万不要随便张嘴就喝 因为那里面就隐藏着肉眼看不见的寄生虫卵 或是水质幼虫 寄生在人体内的水质 和一些寄生虫一样 危害巨大 要说水质进入人体有多大危害 咱们一起来看看2019年的这个真实案例 你就知道了 四川省新闻县的一名60岁李老汉 两个月来老是咳嗽 嗓子感觉很不舒服 甚至时常咳出血来 他到医院一查 竟然发现有一只活着的水质 吸附在支气管粘膜上 李某被吓了一跳 除了害怕 他还觉得惊奇 这水质是怎么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钻入体内的呢 水质最可怕的地方 在于能够悄无声息进入人体 比如最为常见的鼻质 从沿海平原到中海拔地区 随处都有它们的身影 它们的卵就产在河岸边的淤泥中 当宿主来喝水时 幼虫就能够通过感应水流震动 侦测到猎物 于是便钻入宿主的鼻腔 利用强而有力的尾部吸盘 来吸住鼻腔内黏膜 从而顺利地吸血成长 一只鼻只的吸血量 可以达到自身体重的10倍 加上其生存能力极强 在人体内存活3到6个月 完全没问题 甚至有新闻爆出 湖北有一男子 被水质寄生在体内长达3年之久 在此期间 他根本不能干重活 也不能外出打工 生活十分痛苦 而李老汉 可能也是在野外喝泉水的时候 不小心让水质趁虚而入 为了取出水质 医生先是对附着在他 支气管黏膜上的水质 喷射麻醉药 然后在水质失去吸附力后 再用夹子把它取出 拿出来一看 足足有10公分长 幸亏来得快 如果没有继续就医 水质就会继续生长 堵塞气管导致患者窒息而亡 寄生在人体内的水质可以说是为所欲为 甚至能够让人毫无察觉 而这么变态的生物却最害怕家禽 尤其是鸡 人在水质面前可以说是伤亡惨重 甚至很多人看到这种软体动物的图片 都会感到头皮发麻 那为什么家养的鸡就不怕它们呢 鸡可谓是各种昆虫的天敌了 别说水质 就算是最毒的蜈蚣 也不过是一顿饭而已 更厉害的是 鸡的身体构造十分独特 让水质根本无法寄生在其体内 也无法吸取鸡的血液 首先是鸡的反应速度极快 一旦发现水质 基本就是直接秒杀了 根本不给水质任何还手的机会 而水质要想咬鸡可就太难了 那浑身厚厚的羽毛 就让它们无可奈何 选鸡爪下口吧 鸡爪上又全是坚硬的角质蛋白 防御力更强 水质根本毫无胜算 不能从皮肤渗透 那通过河水潜入鸡的口中 钻进鸡的肚子总可以了吧 这要是其他动物啊 水质可能轻轻松松就得手了 但是面对鸡可就没用了 一般情况下 水质在被鸡吞下去之前 就已经被鸡尖利的嘴巴啄了个半死不活 进到鸡的肚子里时 鸡本已经丧失了战斗能力 这是因为鸡没有牙齿 吃东西只能葫芦吞早 所以它们在进食前 会先把猎物打个半死 让猎物无法行动后再吃 就算水质能够完好无损 安全无伤的到达鸡肚子里 却仍然拿鸡没有办法 因为鸡的胃有两个部分 食物会先到达第一部分 腺胃 腺胃又叫前胃 前胃比较小 用来分泌胃液 食物在这里基本不做太多的停顿 就往下进入鸡的鸡位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鸡针 之前闪电哥也和大家说过 鸡没有牙齿 吃饭喜欢胡伦吞早 那么一旦食物进入到胃里 消化不了怎么办 这就要利用储存在鸡胃里的碎石块和沙粒来磨碎食物了 所以平时您看农村里的鸡吃一些小食子 沙粒之类的 不是因为这些东西真好吃 而是鸡为了将它们存在胃里进行消化 水质进去后 晃荡几下就四分五裂了 任由你生命力再强大 基本也是难逃一死 另外鸡的胃酸也十分惊人 一般来说 哺乳类动物的胃酸大概是在PH3到PH6之间 肉食或腐蚀动物的胃酸酸性更强 我们人类的胃酸就有PH1.5左右 这在哺乳类动物中已经算是酸性相当强的了 但鸡的胃酸能达到PH1.1和PH1.3之间 因此进入到它们胃里的食物 基本上都能被迅速消化 并高效的转化胃能量 水质没有甲壳 也没有坚硬的骨骼 只有被迅速消化的份 既然鸡能吃水质 我们人类想吃也是可以的 毕竟我们的胃酸也不比鸡的差多少 会吃的广东人就把水质做成了一道下酒菜 用开水将水质一泡 然后放锅里一炒 沾上酱料就可以吃了 不过即使是死去的水质 应该也很少有人喜欢吃这玩意儿吧 每天嗨科普 我是闪电哥 咱们下期见